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湾生回家 指的就是一群人 他们终于可以用一种方式回到了他们的故乡 那就是台湾 他们是谁呢 我们来讲一段小小的历史 如果我们说到台湾跟日本的关系的话 大概在1945年8月15号 那天日本战败了 宣布他们投降 然后在同年的1945年的10月25日 在台湾举行了受降的仪式 换句话说在1945年的8月15日到10月25日 这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 在台湾的日本人 他们就面临了一个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决定 也就是说日本打败了 那么所有的殖民者 包括人民都要回到日本 那如果就历史上来说的话 1945年这一个切面一切 好像我们就说台湾回到了中国 回到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来接收 好像这历史就断了 可是对人民来讲 历史并不是这么容易就断掉的 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日期里面 人还是活着的 1945年8月15日到10月25日 受降仪式之间 当时在台湾出生的这些 湾生日本人 他们对台湾有没有感情 他们在台湾生长了这么久 台湾人怎么看待他们 然后当这个历史 横切面切断以后 他们被遣送回了日本以后 他们对台湾的关系难道是断了吗 他们回到日本以后 他们在生命里面 朝朝暮暮所思想的 所思念的 难道很多不是台湾的生命记忆吗 我想这就是湾生回家 这本书跟这部纪录片 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 访问的这一位朋友 本身就是这个历史里面的 一个参与者 说参与者其实也蛮无奈的 因为他也是被迫变成一个参与者 可是他更了不起的是 他用他人生的现在这个阶段 努力地为这些 有的已经往生了 有的还健在 这些往所谓的湾生门 努力地寻回他们生命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段影片 待会儿回来 我就要跟各位介绍 这一位中文名字叫 陈宣如 那么日文名字叫做 田中石家 这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女生 她是怎么看待 她自己在这一个大潮流中 她所要扮演的角色 以她所做的这个工作 我们现在看短片 这一位中文名字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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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中文名字叫做 我要找他以前的朋友 名字叫卡拉奥 啊 死了 啊 死了 啊 死了 啊 亡くなった 分かり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 老犬雲 劉犬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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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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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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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的明日的明日 祖母 祖母はじめましてこんにちは 我是新郎です 今天我和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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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 我妹妹李慎陣雲仁が祖父母を訪ねてきました 今天去告訴她 找到她媽媽的墓的時候 而且她的反應告訴我 她到現在 她的人生 她的所謂意識 都快要脫離這個世界的時候 她到現在都 還是很念念不忘她媽媽的事情 阿嬤 這樣就好了 後來我放給你看好嗎 好嗎 還是你要回日本看 看你老婆 好嗎 沒有吧 有請我等你去看你老婆嗎 沒有啦 那我都要不要客氣 何呢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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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年賀状貰了 你呢 死亡後的老婆 我少少少ない 那 你呢 是 嘩 你呢 那 是 對 你呢 沒有 你呢 你老婆就小孩子 你不用這麼做 以前你老婆住在家裡 對啊 我看見老婆他都可愛都不敢 你知道我沒有說過不敢 你去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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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你去哪裡 什麼 我之前要約說要叫我 都不是開過要的 你在這裡 大風的日子都是開過要的 在那裡 大風的日子 在那裡 可是這個都是新圖的呢 說實在話 下雨沒關係 不管下多多大 我就是要來看阿嬤 不開心 嬉しい嬉しい 遊んだんだこれ 日本が何もね 一番いい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よ 働きすぎて貧乏なんだから こっちはものすごく皆さん 経済的は別にして 心のゆとりがあるんですから 対話の方 お酒飲んできたら ああそうね はい だからね 両方のいいところを取って 自分のものにしなさいって 言いました 日本の日本ではこれ 住んでも長いですけど やはり 私の故郷は台湾だ 可憐港だと だから台湾のことを思い出すと 元気が出ます 私は 台湾だったら何度言ってもいいなっていうふうに ちょっと言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ね このぐらい好きです どんな景色やパッと 起見たら 回答現場 我想 剛才短短的幾分鐘的影片 其實就滿感人的 我們看到了 就像我剛才說的 戰爭的那個階段 結束 歷史的交接點 是非常明快的 政權一轉換 台湾换了不同的统治者 人民就跟着做移动 可是对人民来讲 感情是一辈子的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湾生 其实他们心中念念不忘的 可能还是台湾这块土地 他们成长的土地 甚至在台湾这边 很多的人跟市 我们现在就要介绍 田中石家小姐 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哈喽 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应该是叫你 宣如比较好 还是叫你日本名字比较好 叫我米卡 我比较熟悉 米卡 好 我这样子请教你的时候 其实也就点出你身份上的 一种微妙的处境 对不对 因为陈轩如这个名字 比较后来才有 所以可能就是一直都是 米卡 米卡 米卡这样叫 什么叫比较后来 你在台湾出生的 对 可是就是身份证上面 陈轩如是比较后面才有 OK OK 那你原来身份证上写什么呢 本来是另外一个名字 另外一个名字 对 那你们不是应该是在得到吗 她说不是 她是 她们是从卡林口回去的 那那时候才第一次知道说 他们是从花林回去 那那个疑问是一个蛮大的好奇 可是其实事后我也忘了 那十个月后就是管家奶奶去世 那日本人在法会上面的 就是在丧女的前一天会 好朋友会聚着去怀念这个人 然后会说她的评声 那那天来的九个爷爷奶奶里面 其中有一个爷爷就说 我们都是从台湾回来 商岛也是湾生 那高桥也算谁是湾生 谁是湾生 那我们一个一个就要在这个历史 在这个人间走掉了 那以后还有谁会记得 我们从台湾回来 在台湾曾经有我们存在过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才二十八岁嘛 那不知天高地后 我就说好 那由我来告诉你 代替你们告诉这个世界 湾生曾经存在过台湾 那那时候就是 不知天高地后的一个 二十几岁的女生的开始 那一路上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走 已经要迈入第三年了 我很好奇 你是原来是先拍纪录片 所以书的书的书的成型是 是比较后面 其实不是 也不是 一开始只是单纯 帮他们完成心愿而已 所以那时候还没想到是纪录片 还没想到纪录片 那一开始只是觉得说 我每次带他们回来 可是呢 就是只有我跟助理两个人 那我们也曾经因为就是 比如说从广岛 推一个奶奶 然后推到福冈 再从福冈到桃园 然后再到松山 再到花莲 然后再租一台车 可是呢 因为一路上我们是推着他 所以我连拍照都忘记拍了 那很多的事情 是我回到家再去写那个日记 可是有种 总是有一些会遗漏的 所以事后我就决定 把他们记下来 那直到四年多 就是好几次的来不及 那我决定说这些人真的走得太快了 那我现在不拍的话 以后如果有人想拍 或是有人看到我的书想要拍他们 但是连素材都没有了 我们待会有比较完整的时间跟你慢慢聊 但我在这一段要结束之前 我再问几个 让各位来了解一下 万生这个字是日文里面就有吗 对 万生 就万生 它指的就是在台湾出生的 台湾出生的小孩 而且呢 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 是鄙视的名词 所以说换句话说 在日本的历史里面 现代史里面 如果日本人在日常生活里面 讲到这个字的话 基本上带着语气是 并不完全正面 其实我会想要把它记录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 我连回到日本 然后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万生这个名词 对 那其实呢 他们一般呢 就是所有从中国大陆 从东北回去 或是朝鲜回去的 都被叫遣送者 那朝鲜回去的叫朝生 那中国大陆回去的叫陆生 那台湾回去的叫万生 对 可是这些人其实呢 都是对他们而言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 可是数量应该不小 对不对 加总起来这些数量应该都很大 光是台湾的话 就是营养者就32万人 那军人有16万人 所以从台湾回去有48万多人 那整个全部那 那几年下来有600万人回到日本 好 我想这段历史之所以 我们说还蛮复杂 也蛮感慨的 就是因为日本历史 可能这段带着笔遗 或者是不去正面看待它 我们别忘了 在台湾呢 我们也在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也不晓得 我们总觉得理所当然 也不晓得万生这一段历史 也有多么的曲折 历史总要去面对 但是重点是说 有一些历史呢 恐怕它不是主流的历史论述里面 会去关切的 像万生所处的那一个时代 跟他们在夹缝当中的处境 恐怕就不是主流历史呢 愿意去面对它的 那靠谁呢 我想大概就要靠米卡 这样子的人 在过去我们也看到 在很多议题上 看到了很多的人呢 努力不懈地去挖掘这段历史 然后呈现出来以后 才让大家恍然大悟 原来缺了这一块 台湾历史就并不完整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 那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 你并没有想要用纪录片来拍 对不对 但是等你想到 大概用纪录片来拍的时候 你有想过这规模大到后来 你有完全不能想像的地步吗 完全 完全没有想像 因为可能是门外汉 而且我的原本身份是一个画家 所以可能又加上 自己的艺术天性吧 就是我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就 好吧 房子卖了 好吧 那再拿第二个 所以你卖了一座房子 然后又拿房子去贷款 再用第二个房子去抵押贷款 对 所以换句话说这样一听下来 至少几千万的 因为其实每一个追寻 都是必须要好长一段时间 你用了几个人的故事 里面的话 一开始原本是设定22个 但是其实也有 其实 你真的很浪漫 22个 你要晓得22条线追出去 很可怕 是很辛苦的 对 那其实这22个里面有 比如说要去拍他 12月3号要去拍他 可是他在11月21号 救急院长来说 那个高桥奶奶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22个里面 也有来不及拍的 那也有就是拍了他们 可能自己家里的小孩 还是不愿意爸爸妈妈 完生的身份被曝光 所以不愿意这样的 所以最后呢 追溯追溯到最后呢 就剩八个 这是有趣的一个描述 我说有趣 但也是一个 对当事人来讲 应该也是蛮辛苦的一段 就是说刚刚你讲的 即使隔了这么久了 事过境迁了 他们的晚辈们 还是不太愿意让 他们的长辈暴露出 说自己是完生这样的身份 就是说那表示说 在这段历史 在日本 即使隔了这么多年 在日本的主流社会里面 对这段历史 完生回来的这些历史 还是不愿意去正面看待它 你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你一定很强烈地感受到 因为其实有一些 还是不希望去把 其实日本人比较含蓄 他不会 不希望说 把那些痛的部分 去挖出来 就像我之前去 面对一个弯期 那其实我千千后后 这样子陪他聊天 陪他聊天的快三年 他最后才愿意告诉我 才愿意证实说 对我就是你怀疑的晚期 那也才愿意慢慢地去 一点一滴去讲他的过去 就像他跟我说的 他说我的爸爸 我的姐姐 我的弟弟都要回去了 可是我却没有办法跟他们回去 那在就是在那一天 他们要到花莲港 我却被关在家里面 我的先生怕我跟他们走了 我被关在里面 那这一回去之后 就再也没消息了 等到好不容易有消息的时候 一封信是告诉我爸爸去世了 弟弟不在了 那这样子的痛 我已经好不容易安抚好了 你还要我去把它掀开吗 我懂 很多人是不愿意再去碰触 某种生命中已经平静的那些心灵 不希望这个记忆的 记忆的那一个尘埃 又统一把它拨起来 我相信 这完全可以理解 那我这边就要来跟你请教 比如说你刚刚有特别提到 清水净之女士 那她在2012年的时候 她来过台湾吗 对 对不对 然后她过世了 所以你有拍到她的 加拿大在纪录片里面 有拍到她的一些相关的纪录吗 有 其实我昨天才刚在剪她的纪录片 对 那就像 其实她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是97岁 那97岁回来的时候 在她就是年老很多的记忆都忘记了 可是呢 她的唯一的记忆就是 我家在吉野村 有变局现在还看得到吗 所以当她一回来 其实那一次我们是从 在日本拍她 然后一直拍到回到台湾 那在日本的时候呢 大家问她什么 她完全都不说话 也不笑 就是很紧张的样子 直到她就是从那个花莲机场出来的时候 我跟她说 欢迎你回家 她才笑开了 那那张照片真的笑得很甜 吉野村变化很大吗 现在是吉安乡 跟她当年的吉野村变化很大 其实在12年前她并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我觉得在10年前 11、12年前到那边 我觉得很舒服 好像到了日本的移民村一样 可是呢 就是这10年来太多房子 还有那些棋盘式的那些 已经几乎都被毁掉了 还有那些烟楼啊什么之类的 好 我们在现场有一个 我们有准备一个画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不及拍完的清水奶奶 她美丽的人生退场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让各位去回顾一下 这里是我的公司 请来到这里 这里是日本的春色的 花生花 这里是台湾的花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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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раф佇月 уж一 будем來自從航法で 在香港では пред 뒤에西京海大殿 土匪孛榛 台湾に行く時は 二女で行ったの? 何人 says she had to live. 誰 she had to live? 倘 earthly 一人? 一人 他就, 真點 Like Will God 她算了 在台湾上去的時候,是台灣好嗎? 反平爺爺是很好的人 我父親說反平是清水 我現在的舊已經太陽過了 卻是否有想封堡 理解給了 所以都要從清洗 parts 通過游戶 可能是有不零來的 中國人自然還有不零來的 不零去的 それで 台湾にお嫁に行って 台湾はどうだった まあ 良かった 良かった 很感人 对不对 对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太太来讲 回到了一个她 大概我刚推算了一下 她当时离开台湾的时候 大概差不多三十多岁 也就是说在台湾 更好是她人生从小到青年这个阶段 最完整的生命历程 然后阔别这么久以后 我相信任何人碰到这种情况 大概都是非常强烈的 生命的情绪的感受了 虽然她九十几岁了 的确在记忆上面已经有一点点 可能并不是那么样子的完整的记忆 甚至可能还有一点点 时空上的顺序上的错乱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她的某种喜悦 像你这样子拍 看到这么多的个案 说实在的 整体来讲 你觉得替她们实现这一个梦 到底是替她们实现的梦 多一点 还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觉得是替你自己 或者替像我们这样子的台湾的世代 再重新去填补了某一些 台湾的某些记忆的梦 就是到底到最后 哪一种目的才是你最后真正 原来的 就原初的目的 跟最后的过程中 所得到的感触来看的话 到最后是哪一个比重 才真正重要 是替她们原梦重要呢 还是替我们再看到一个 原一个历史 台湾历史完整的梦 比较重要 其实我一开始的初衷 我只是说答应她们 然后我又很shock 为什么台湾日本 根本不知道 湾生的存在 那这明明是 曾经在台湾的一块 为什么台湾也没记 日本也没记 而且这些小市民的一些 就是这么可爱 这么珍贵的东西 居然好像是在台湾 被遗忘的那一块 那一开始我当初 只是想把它记下来而已 那最后呢 就是单纯的就是 替她们寻找情友 或者是未婚妻 未婚夫 或者是小孩子 还有替她们回到台湾 领取那个出生户籍腾本 那最后呢 其实在拍纪录片 这两年真的很煎熬 那因为一个门爱汉 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呢 这两年我是靠两个字 撑过来 就是睡觉前 我都会用书法写尊严 两个字 因为明明知道就是 因为没有back ground 然后什么也不 也没什么朋友 那就是就像当初 我拿这本书去找 认识的出版商的老板 他说你这个是没有市场的 连自己的好朋友 都叫你不要出 不要做 那去找认识的朋友 就是当然要找资源 support我的纪录片 因为我该卖的也卖完了 可是呢 明明知道是每次出去回来 就是被洗脸 而且有可能洗得更惨 所以每次回来 就是先拿水龙头 往头上淋 然后让自己知道 让自己没有办法去判断说 脸上的水 到底是泪还是雨水 那出来之后 擦干就是米卡 没关系 加油 继续走 可是呢 我就会写尊严 可是当我写到 不知道第几个尊严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把这件事做完 才是没尊严 所以就这样硬着头皮 一直坐下来了 那其实呢 最重要是因为 最大的鼓励和力量 是来自于这些完生 因为他们会不断地告诉你说 加油 而且呢 当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刻 告诉你说 谢谢你 我没有遗憾的 那一种汇报是无价的 你刚刚特别提到 在日本 日本的主流社会历史 对这段历史也是抹灭掉了 台湾为什么 你觉得台湾为什么 也对这段历史也不重视 可能是因为 其实我觉得 就像当初日本来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大和化 那大和化的话 他必须要管理这边人 他必须要有他的手段 那国民政府来的话 他必须要去和化 然后呢 必须要恢复他自己的文化 所以呢 他必须也要有他的手段 所以在教育上面呢 他必须要去遗忘这一块 那在日本这一块的话 他们可能 因为那时候战败 真的经验太惨痛了 他必须要去去掉那些遗忘 不好的遗忘 然后赶快复兴 所以其实呢 他们都是为了管理 或者是为了某种 更大的论述 更大的国族论述 更大的一个治理的论述吧 可对于这些 真真实实生活在台湾的湾生来讲 这些确实他们生命里面 难能可贵的一个记忆 要它抹灭掉 可怕也不容易了 我们待会儿回来 我给各位看一段影片 那就是米卡呢 带着拜访这个 吉安的护镇事务所 替当时的不少湾生呢 完成了一个梦想 就是替他们取得了 他们在台湾的户籍成本 每一个看到即便是大男人 都是非常的 就是崩溃 所以待会儿回来讲 距离1945年日本战败 然后投降 已经那么久了 当时的护镇资料 能不能够保持着 维持那么久 就算维持这么久 在一个还没有电子化的 完全数位化的年代里头 你真的要回去找那些纸本 可是它已经多少年了 那个对台湾史的研究来讲 都是珍贵的史料了 那既然称之为史料 那个纸张的破碎 泛黄 都是很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要回来 我来请教你 找这些资料的过程 应该吃了不少苦头吧 对 而且就像有一个护镇 主任要离职 跟下一个新职的主任 就说有一个叫田中的女生 她很难搞 可是她又很顽固 所以至于你要不要帮她 你就看你自己了 结果后面的主任帮了 那其实我每次去 我就跟他们说 我跟你讲故事 我就带着自己做蛋糕 然后就跟他们讲故事 那这个人 她的故事是这样子 那麻烦你 她要找她的妈妈 你可以愿意帮我 就是找这个户 找她的户籍腾本吗 好 我们现在 各位一边在听我们 看这个肉带里面 还有我们在聊的这一位 叫清水一野 2012年的时候 带着清水奶奶 到了花莲 那希望能找到 当时他们在台湾的户籍腾本 后来找到了 有 整个家族的都有 那个花了多久时间找 因为那个资料应该都是日文 第一个是日文 然后那些资料应该都封存 封了很久 我都很担心 有时候她很晓得 有时候这些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它会稍微轻一遍 那既然还能找得到 这很不容易 而且现在台湾的那个 就是六年前 已经整个电子化了 包括日据时代 对对对 包括日据时代都电子化 所以现在要找 比你当时找的 比我当时来得容易了 之前是根本就是真的是在找麻烦 那真的在那个固纸堆里面 对不对 仓库里面去翻一些档案 然后这么多年 要把它翻出来 哇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泛黄的纸张 这个也就是我想另外一个 可能像我们这个老世代 可能跟年轻时代很不一样 年轻时代现在在数位上面一找 网络上面一找 就是一个没感情的 可是你拿到一个泛黄的 甚至还有一点破碎的 上面可能用笔记录下来的 这些户籍藤本的资料 你晓得人拿到的时候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纸本是有感情的 而且其实这个户籍藤本 对他们有两种意义 而且是很大很大的意义 就是因为当初 他们是在台湾出生 那其实日本人很在乎出生证 可是他们回到日本 他们没有出生证 未来只有一张死亡证明 所以在他们人生里面 好像缺了一块 缺不完整 对 所以其实六年前 我带一个钢田先生回到台湾 他看到那个时候 他崩溃了 他说我终于找到人生 遗失的那块肉 拼贴起来了 那现在你当时准备访问的 这些二十多位 外生 后来都找到他们的户籍藤本了吗 都有找到 而且找到家 甚至有一些人就是找到 被遗弃在台湾的儿子 还有就是有人要找 在日本的妈妈 或者是亲人 或是曾经的未婚妻 未婚夫 所以你这样讲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 当时1945年之后 日本受降以后 开始有 我们叫遣送回去嘛 你们叫做 隐阳 隐阳嘛 隐阳 那换掉说 并不是所有的 当时的湾身 日本人都回去了 对不对 有一些是 留在台湾了 那各种方式的 各种方可能情况都有了 像你刚刚讲的 有的是被遗弃在台湾 有的可能就寄托 寄养在台湾的 某些人家里面 对不对 改名换姓 变成一个台湾人的名字 家庭 有可能 对不对 因为其实 当初大家其实都不太愿意回去 因为当初移民到这里 尤其是观影移民的话 第一个条件就是 必须把家里土地全部变卖 所以它回去也是空的了 对对 代表说 一无所有 那你必须 除了变卖之外 你必须把你的一家大小 全部带到台湾 代表你是有幸到台湾开发的 那即便你在那边 穷途没路 你也没有家可以回了 你这样子说法 我如果换个角度 从日本人角度来理解的话 我就可以理解 你刚才讲的了 那你们既然是要 抛弃掉我们的故土 到一个新的台湾去 你就等于把我们 弃我们于不顾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后再 后来再回来 我当然就用一个 有色的眼光来看待你 从他们角度来讲 战拜前送绝 对没错 就是会他会从这个角度 来理解 因为当初是你们 自己把这里的土地 房子全部变卖 而且甚至把家里的 就是日本人的盒屋里面 神龛 Living Room上面 有一颗柱子 那个叫精神之柱 他们把那精神之柱 也带到台湾来了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有很多盒屋 中间少了一块 就是当初的精神之柱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不把整个带回去 只接一半呢 就是他们说 有一天他们还会回来 那还要再把这个精神之柱 放回去 可是没有想到说 当初他们 其实我在 就是在这12年 我每次问到一个万生 我都说 你们你以为 你们是暂时回去吗 他们说对啊 我们都以为 我们还会回家 我们再给各位 讲一个故事 一位傅永胜先生 现在也87岁了 他的故事 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的故事是说 他回到台湾来呢 他对台湾特别有感情 所以他能够回台湾的时候 他能尽量回台湾 所以回台湾次数很多 每次回来 他除了回到 他原来生长的地方之外 他还去找 他当年很多台湾的朋友 你想这就是 我要讲 这故事里面 另外一个感人的地方 在政治论述里面 殖民者跟被殖民者 是很清楚的 可是对小老百姓来讲 我们的关系 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发展的 我即使是日本人 你即使是台湾人 但是我们很可能 就是一个朋友 或者老师跟学生 我们也看到很多台湾的学生 怀念他们的老师 或者甚至可能 一位男生跟一个女士 也可能有一些感情的 后来也有 米卡的妈妈就是嘛 嫁给一个台湾的医生 嫁给一个台湾的爸爸 台湾医生 也就是说 对老百姓来讲 这个故事是 是错终复杂的 那这位 傅永胜先生 他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这影片 他当时说 他想到他妈妈 就会 还会流泪 那这段故事是怎么样 我们先来看一下 然后回来我们再来聊 我们再来聊 好 各位看到的 我想任何一个人 从一个清醒的角度来看的话 再回头看这些湾森的故事 大概都能够强烈的感同身受了 所以这位傅永胜先生 他台湾的朋友 也就一个一个凋零了 对 就像我们七分钟里面 他一直在找刘建志 然后最后到了晚上 到刘建志家的时候 他问他太太说 他还好吗 听说他生病了 我很担心他 我写给他的信 他都没有回信 我特别这次要来看他 那他太太就说 他已经去世了 再接到你的信的前四天 然后就告诉他说 刘建志在这边 那就看到墙上 他从早上一直在找的 那一个先生 在墙 现在是在照片在那边 那其实他去年是5月10号回来的 那时候有八个人回来 那他是12号那一天 要带他去完成他的心愿 那那天中午他很开心 他就唱着 他会讲台语 对然后出去的时候 找到第一个 那时候导演本来想说 找到第一个的时候 要告诉他 其实他要找的其他朋友 已经去世了 尤其是那个刘建志 可是当他第一个在那边 拍卡拉网 就是找他去世了之后 导演要跟他讲的时候 他就说 我的朋友另外一个在前面那边 我们沿路一直走 我有带地址过来 我知道在哪里 我们继续走 那他其实或许他已经知道 可是他不 就是阻止了导演的那个 要告诉他的那个information 所以呢 他就一路上一直找 一直找 找到晚上最后呢 他才找到他的朋友 可是那天晚上 他的情绪变化很大 可是他那天最后 他有说 谢谢你们 我终于知道我的朋友 为什么没有回我的信了 那其实呢 这个像他今年1月去 再去看他 再去拜访他的时候 他在我们要回来的那天 他告诉我们说 要记得我现在说的话 日本人很爱台湾 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叫台湾人 一定要告诉台湾人 我们很爱他 你们也要好好爱他 这是我的交代 这是我的交代 你在做这一段历史回顾的时候 因为也有一段时间了 有没有引起日本媒体的关注 有 像之前的产经啊 还有就是得到当地报道 还有独卖新闻 对那其实呢 他们比较shock的是 他们不知道 曾经在台湾 有这么一样一群人 然后有这么多可贵的故事 因为你晓得 如果当日本人也 日本的主流社会 主流媒体也知道这样的故事背景以后 台湾的媒体也经过 你这样子的努力以后 也慢慢注意到这话题以后 它非常可能形成一个跨国的 大家重视那个年代的历史 说不定在未来可见的一段时间里面 相关的电影小说都有可能会这样 慢慢地可以铺陈出来 那这也许就是一段重新 我们回头来措施这段历史 然后把它补回到历史空白的那一块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尝试 刚才我有特别请教这个Mika 就是说大陆 在日本那边他们主流媒体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话题 那中间空档的时候 Mika跟我聊天说 她觉得311那次的大地震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怎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12年前 不管我在台湾或是在日本 在公部门上面 我都是一个讨厌鬼 找麻烦嘛 回去找那么多年的历史 大家把它乘风的历史 把它掀开来 对 而且甚至连公部门 他们根本也不知道那一段历史 你要他们去 也是一个 也是为难 可是呢 就是其实在之前 我回日本到图书馆到任何一个地方 去做事情的时候 认识我的朋友都说 你一个女生不要做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太艰难了 你还是回去当你的花家 那你应该回头讲说 问题是哪一生都不做啊 我那时候是说 刚好没有人要做 那我就做了 要不然我不做谁要做 对 那其实呢 最大的还有就是之前呢 就是我不管我在台湾或日本 寻访的时候呢 其实连在当地的日本人 甚至湾生 他们也 虽然采访完之后 他还是会叫你不要做这件事情 太吃力不讨好了 而且甚至有一些就是说 采访完了就是说 那我还是不要上好了 不要不要写在你的书里面 不要在纪录片里面 因为毕竟那不是很好的过去 可是311的时候呢 很多日本 就是台湾对日本的这个帮助 那整个让台湾跟日本的一个 一个一个友好呢 一个大 就是蛮大的一个转变 甚至那时候 那个什么 湾生呢 很多人都说 我来自台湾 而且那时候台湾是最 最多帮助的嘛 他们说 对他们说 那时候我们觉得自己 好自豪哦 我们来自台湾 怎么样 就像那个傅永先生 刚刚我会特别拍他的房子 是因为 他们回去都没有家 那那时候大家都说 他们是战败遣送者 从台湾来的 带着疫病回来的 所以那时候他就说 我一定要在这里 盖一栋最大的房子 所以当他盖好的时候 他就从他们家二楼 放了一块白布 说我从台湾回来 那我觉得 其实这12年下来的话呢 越来越多人 这件事情呢 越来越发酵 越来越多人愿意去采访 愿意去说 甚至有人愿意去写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对啊 你现在讲的 这样讲 我们观众也听了以后 但也觉得很欣慰 也觉得 好像的确 12年时间 终于改变了 可是各位想想 对当事人米卡来说 这可是一步一脚印 一步一脚印 慢慢这样累积 前面那个艰辛 有多么的辛苦 各位想想 光是卖房子 第二栋房子 拿去抵押 各位就晓得 这绝对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这12年来 应该是最后面 拍纪录片这4年 曾经就是 也差点撑不下去了 对 可是呢 就是呢 还好你还有 房子还可以抵押 如果碰到一个 连房子都没抵押的话 现在还是不知道 怎么去凑这个钱 我的意思就是说 真的 不要只觉得 现在看到他们 慢慢有掌声了 觉得好像一切都过来了 错了 这整个过程 都是一步一步 慢慢累积下来的 那12月 整个很顺利的话 我们在我们访谈之后 差不多12月 你就这个纪录片 可以出来了 12月的话 应该是剪接 还有一些 基本的都已经差不多 你预计2015年 可以推这部纪录片 上月片 3月底或者是4月初 OK 那在展望未来 这部片子如果拍出来 3月多可以正式推翻 你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吗 会请这些 还活着的 这些已经年龄非常大的 这些弯生们 到台湾来看手艺吗 其实他们很期待 他们一直都在问说 什么时候拍好 甚至有一些 不是在片子里面的人 都说什么时候拍好 我们也要回去看 甚至就是来不及拍的后代 女儿们 或者是小孩说 我可以代替我爸爸妈妈 回去看他们的故事 在台湾上月线以后 有没有规划在日本将来 也要有一些上月线的规划 其实现在日本已经有 有那个就是媒体 还有就是相关的单位 来台湾 对 都在谈了嘛 对 好 还一点点时间 做这件事情 也看着自己的辛苦 慢慢地走向的一个 相当不错的一个收尾了 自己的感慨呢 自己的感慨 尤其自己也是身为 万生的一份子 你怎么看待 其实在那之前 有一个田中爷爷 他的儿子 问我说 你这样陪着这些老人家 走了12年多了 你从28岁这样子 然后你失去了什么 其实他可能担心我的人生吧 那时候呢 其实回家的时候 我想一想 我的确失去了一个女生的青春 还有一个可能女人 他们所期待的爱情跟家庭 可是呢 反过来 我何其幸运啊 因为多少人 我可以代替多少人 去看到这些人 而且这些人的故事 就在我眼前 还有我跟他们 一起去发展的这些故事 还有看见他们的 就是在最后一刻的 那些武汉的那个眼泪 所以我应该是幸运的 现在有一本书了 这本书呢 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的 远流出版的《湾生回家》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看到我们这段访谈后 其实可以翻翻这本书 非常好看 非常动人的 里面非常详实地记录了 田中石家小姐 自己所看到的 整个湾生的故事 然后我想更重要一点 是如果你对台湾现代史 有兴趣的话 对于台湾跟日本的关系 有兴趣的话 其实这部书 还有未来的纪录片呢 大概都填补了 我们所不知道的 历史里面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失落的环节 那把这段历史 如果补上的话 也许我们就真正知道 对人性 或对人生的故事 有更多宽容的理解了 那最后最后 我想祝福你 祝福12月的纪录片 顺利地完成 然后2015年 上月线的时候 那个引起 给大家更多的关注了 那对于我们今天访谈的 观众来说的话 你希望他们将来 怎么看待这本书 这个纪录片 因为其实 不管我的书跟纪录片 它根本没有 没有国与国 也没有就是战争 单纯的就是 人与这块土地 还有人与人之间 不会因为时间空间 所割舍的那份爱情 那这一群人呢 是一段爱与和平的追寻 那有一群老人 他们在台湾出生 因为战败 所以不得不离开 他的故乡 但是呢 他们到现在 还是依然很爱很爱台湾 那有这个 因为台湾 就是他们很爱很爱台湾 因为台湾对他们 人也是故乡 那我们这么爱 我们在这块土地 那这么多人 爱这块土地 那我们可以这么幸运地 站在这块土地 为什么不好好爱我们的家 非常谢谢 谢谢田中石家小姐 今天接受我们的专访 也非常希望 这一段访谈呢 给各位更多更多 对于自己所自身的 这块土地 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们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同学时间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